這個問題有點慚愧 因為我教了這麼久的書 要問如何推廣 如果有的話 當然有很多的追蹤者 但實際上我感覺不容易 一般來說 很多人質疑我們教歷史的人 通常都說得很沉悶 我自己記起 在中學時代 甚至大學時代很多的老師 真的說說我們睡著了 這是我們一直都說 歷史教學的一個毛病 說得不夠活潑 不夠生動 香港志或中心 很多希望我們能夠活化 但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挑戰 我是在歷史課程的編串委員會 我做了六年 開會之前 大家做了一個調查 問問在座的委員 差不多十幾二十人 最重要的是甚麼 每個人都說要活化 即是百分之八十多都說 第一個 最重要的優先考慮是活化 我感覺到 這其實是最難做的事 亦都是我認為 可能對我來說 是永遠都做不到的事 因為如果你提起他 興趣一件事 但使他講到他很生動 那些一定有一些選擇 例如有老師這樣說 我一定要保留 就是三國時代的歷史 戰國時代的歷史 因為裏面相當多的戰爭 可以說得很… 這些學生很吸引 用甚麼的刀劍 用甚麼的馬車 那些都會很生動 但如果我們為了這樣 就不見了歷史的脈絡主線 我們覺得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要守著那裏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那個脈絡 所以脈絡就是 我們歷史的解釋